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微调一下 整个大的形态没有动 ok 那我们现在接下来呢 我们就把它这里面的像这样切的这样的边呢 我们现在就给它一点点的刻画出来 那首先呢 我们就先从左边开始啊 先从左边开始 我们完了之后呢 我们先做一个像这样的一个硬边 是吧 这样大家可以看到 那像这种细节呢 我们这边呢 就直接给它 呃 看的也不是很清晰 我们就直接加一个硬边好了 完了之后 我们现在选择到这样的一圈边 好 那这时候 因为这个边呢 是不限的被我赶过 所以这边的话 它就会直接绕过去 那我们现在给它稍微的调一下 给一个透明显示 这样的话呢 我们可以来啊 对比的看一下 是吧 看它这地方里就没有穿帮 所以这个是一个检查的一个呃 小的小技巧 这个咱大家你们可以去呃 了解一下 那完了之后呢 那这边呢 我们就直接做一个小一点的这样一个切角 好 让它这个边缘这个地方呢 能够有一点点这样啊 比较硬一点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那这个呢 是我们比较乐于见到的 那完了之后呢 我们把这边再给它全部塌陷掉 那包括底下这块也是一样 塌陷掉 好 那这个呢 就是这一块边啊 对应的呢 就是这一条 对吧 然后我们这边看一下 嗯 过度好像并不是非常的平顺 是吧 所以这个如果你觉得呃 效果还是不理想的话呢 你还可以自己动手再去呃 微调一下 这个呢 都没有什么太大关系啊 主要呢 就是还是根据你自己个人的呃 建模习惯啊 或者说根据你个人的审美 是不是啊 你觉得这种地方 我们现在做成这样一个形态啊 合适不合适 那如果你觉得不合适啊 那行 那你这边呢 你自己能再稍稍的啊 调整一下 再改一下啊 这个都没问题 那完了之后呢 就是这样的一条边 什么呢 这个呢 我们就直接往里面真去挤出 毫无疑问 我们要选择到了是这样的一条边 完了之后 这里边呢 它也是这样去绕过来的 对不对 我们可以换一个 哎 比如说换这样的一个视角 那大家可以看到 这里面这一块呢 它也是这样挤进来的 那所以我们这边呢 就多这样去加选一点 大概呢 选到这样的一个位置 然后这边呢 然后这边呢 我们就全部减选掉 好 大概是这样一个位置 那现在我们就可以把它往里面这样去挤出啊 我们给一个负值 那这个值给多少 那这个就要看你自己的判断啊 自己可以啊 多尝试一下 然后还有这个挤出的宽度 自己呢 去衡量一下 比如说我们现在觉得给这个值 嗯 有点太夸张了 有点太多了 那所以我们现在呢 再撤销回去 完了之后呢 把这个挤出的这个深度呢 调的稍微淺一些 嗯 这样的一个值的话 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合理的一个数字啊 大家可以看到没有那么深 是吧 完了之后呢 我们就把这块给它处理一下 这个地方啊 我们就直接给它啊 塌陷掉 好 差不多 这是这边 然后我们现在呢 把它 这边删一下 然后对称过来 OK 左右两边 这样都对称的到了 完了之后 这一块可能还需要再去进行一些调整 但是我们现在呢 我们先不动啊 我们先 就先这样先放着啊 等到 呃 进行的差不多的时候 我们再去 把这块再稍微的改一下 因为我觉得这里面 从这个角度去观察的话 它是一个非常的 呃 丰满的这样的一个形态 所以但我们现在再来看的话 这块呢 显得就 就会比较扁平一些 对吧 所以这个我觉得 嗯 还是需要再改一下 把它这个地方呢 做的更 呃 鼓一点 就是这一块 但你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 你可能就会觉得 它也 并没有啊 就说啊 特别的 是吧 所以但你从刚才那个角度去看的话 就是另外一种效果 所以这个呢 就需要咱大家啊 你不停的多旋转一下啊 多把这些角度多转 然后对着这个参考照片啊 这样多去对一对 看看 呃 大概给一个什么样的形态 比较合适 这个都不是很固定的啊 不是说你非得这样去做啊 这个倒不是这样 有些时候呢 呃 我们没有实物 是吧 看这样的参考呢 是需要有一点点自己的 呃 判断在里面 所以这个呢 就咱大家你们自己根据你们自己的理解 是不是 好 那行 那我们现在呢 就来做上面这块啊 矮到这里 是吧 这样的一条边 那我们现在就选用这样的一圈边 到这 那这里大家可以看到啊 流的五边形啊 然后不限的走势啊 是吧 各种地方啊 乱七八糟的 对不对 包括这些 那这个呢 我们就先别管它啊 你先不要考虑的太多 你一旦考虑的太多 可能你一时半会儿 你不知道怎么该下手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就不去管那么多啊 你直接先下手 先做了再说 做完了之后 不合理的地方我们再改啊 所以这种东西就像你 啊 谈恋爱一样 是吧 啊 看到一个女孩子 赶紧先去追 你别在那里琢磨 啊 琢磨了半天啊 完了啊 都怀孕了 是不是啊 你瞎琢磨啥呢 好 那我们现在呢 把这往里面再去挤出 有想法啊 就一定要赶紧去落实 好 给一个这样的一个厚度 那我们现在给一个无人平板先看一下 那咱大我看 是不是啊 各种各样的问题 但是我们挤出之后呢 实际上也没那么严重 是吧 咱大家你们自己看 也不是说就 啊 就完全就不得了 是不是啊 也没那么严重 就说啊 破 确实是破 但是呢 并不如说就 啊 非常要命的一件事 啊 没那么夸张 现在给它往这边再切一下 那这个地方呢 形成了一个三角面 我们给它啊 塌陷掉 包括这个位置 好 那这里面呢 我们再给它在这 塌陷掉 这一块呢 我们也在这个位置 给它塌陷掉啊 好 那这样一来的话 我们这一块呢 就已经给它挤出完了 对不对 然后这里面的一些点啊 它的一些位置啊 不是非常合理 那这个呢 就你自己再动手再去调一下啊 这个不具有很强的技巧性 是吧 你比如说 现在我给大家 呃 讲一下怎么调点啊 是不是啊 花个四个分钟给你录一节教程啊 就 你就看我在这里面一点点的 选择这里面的点啊 移动来移动去 是吧 没什么意义 所以我们把意义呢 呃 有用的东西呢 拿出来给大伙政去讲解一下 其他的呢 我们能过的就赶紧过 好 这是这一块 这边如果实在不行的话呢 你就直接给它切过来 是吧 是吧 直接给它切过来 切到这 好 完了之后呢 再对称一下 通过这种方式去解决问题 那这个就没什么大毛病 是不是啊 那这个我们之前说过啊 就是说 呃 这东西呢 怎么说呢 就是说啊 我们如果是我个人去做的话 我毫无疑问的话 肯定会去用ZBrite去雕刻啊 来的比这个要 还要快捷的多 而且呢 还是 相对来说会很方便 但是我们现在 呃 因为没有给大家去讲ZBrite这个软件 所以我这个呢 也不好意思啊 去拿这个东西去给大家做案例 好 我们先把这个模型分割一下 然后呢 再对称一下 那这样一来的话 我们前后应该是两块元素 是不是啊 那这一块呢 还没有完全的断开 我们看一下 是这个点 这一个点 啊 这个点还是一个点 这个是不应该的 我们再断开一次 完了之后 我们再选 好了 这样的话 模型就已经全部断开 我们给它这边呢 分离出来 那这样的话呢 这一块模型呢 我们就可以对它去进行一些 啊 单独的操作啊 不至于呢 影响到后面 是吧 当然呢 你也可以用 其他的一些方法 你比如说呢 我们把 想要调的这些面呢 选中 啊 后面那些面呢 我们给它隐藏 那这个也是一个方法 那具体呢 就是你自己看 啊 完了之后呢 我们现在给它加一个松弛修改器 那这个在大家里面可以看到 就是我们把它关闭 然后跟打开 就是它的一个形态呢 会进行一定的松弛 那看起来呢 这个形态的布线呢 跟这个结构啊 就会更加的完善一点 那这个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这样一个效果 啊 有些时候我们自己手动去调 确实可以调出来 但是呢 会比较浪费时间 所以我们能借助于修改器的时候呢 我们一定要借助于这个工具 但是我们还是那句话 一定要把 手动调节这个能力啊 一定要放在一个相当重要的一个位置 你千万别什么东西你都啊 只往这些修改器 是不是啊 很多时候呢 我们自己动手去调是最重要的 ok 那这样一来的话 我们觉得这样一个效果就 呃 挺好 是不是啊 如果你觉得哪一个地方不行呢 你再去啊 调一下 包括这一块 你也可以这样去给它加一个松弛 只不过加完松弛之后 细节可能会稍微丢一些 但是也不是很重要啊 也不是很重要 那我们就也加一个 那这里呢 还不如我们整体这样加啊 实际上并不是这样 因为我们加松弛 加松弛的时候 它这个边界位置啊 它是不会动的 所以我们这样一来的话 我们这两个模型去附加的时候啊 边界点 大家可以看到啊 还是这样一一能够对应上 是吧 但是如果你是一个整体这样去加一个松弛的话 它这个边界呢 会发生一定的偏移 所以这个呢 是稍微一个需要大家去啊 注意的这样的一个点 那我们现在把这模型的全部焊接一下 看看是不是都焊上了啊 选的边界全部都选不到 那就没什么毛利 好 那这样的话呢 这样一块的两个硬边 是不是 我们现在就已经啊 切好了 但是这个呢 效果不是很明显 那为什么呢 因为被我们给松弛掉了 对吧 本来这个效果还是挺明显的 但是因为我们加了一次啊 松弛 所以完了之后呢 这里面的啊 分段呢 也变得更大一些了 是吧 更大 我可以看啊 分段也变得更大一些 宽度啊 变大了 然后这个浅深度呢 也稍微的缩小一些 因为发生了这样的一个 比较尴尬的这样一个小情况 那我们现在手动的往里面调一下 当然像这种情况呢 你可以去借助修改器 比如说推力 是不是啊 你可以加一个推力修改器 让它往里面啊 这样去推一下 这都是 觉得没有什么比较重要的 是不是 如果你多边形基础啊 一点都不了解的话 那你可能觉得我说的这些东西好有用 但是如果你一点也不了解的话 那你来看这个角色 我觉得 对你来说应该是一件比较吃力的事情 是不是 好 那这一块呢 我们就先做到这儿啊 我们就先不做了 完了之后呢 我们现在来整中间这一块 中间这一块呢 我们之前做的是这个版本 是不是 中间一个数值的 然后两边这样分开 那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我们一般来说会选择这样一个边 是不是 然后中间那一块边的话 我们就 就选择这一条边吧 这条边可能会稍微的有一点点 有一点点靠上了 是吧 但是从这样的角度去观察的话 这边 没什么太大毛利 OK 那行 那我们既然定下来了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这样去做 我们首先先选择这样一圈边 把它先选择到 到这里 这个地方好像有个点 有一点点小问题啊 嗯 刚才看了一下 没毛利 可能在焊接的时候啊 又给它踏到一块去了 好 那我们现在就把这个边的给它往里面再去指出 也是几个复制 好 这样一点点 但是这样的话 这个效果呢 并不是非常好 为什么咱大伙可以看到 这地方有一定的变形 光滑阻能有一定的不对啊 但这个没有太大关系啊 因为我们啊 最终的话呢 我们要把这个 因为这只是一个高膜 它不是低膜 所以我们最终的时候要在这个地方上加 啊 涡轮拼滑的 所以这个呢 毛病不大 这个咱大家不必要太过于纠结 好吧 我们先把整个流程 全部做完 然后咱大家你们知道我到底在干什么以后 你再来正去 呃 检释 检释这样每一个步骤啊 相信呢 就会有一个更深层次的一个理解 那比如说你现在 对不对 你不知道我接下来我要做两次 啊 要加两次涡轮平滑 对不对 那你可能就觉得呢 这个分担是不是少了啊 是吧 会出现这样一个 啊 疑惑啊 出现这样一个疑惑 我觉得也是一个 啊 挺值得欣慰的一件事 是吧 啊 至少表明啊 你这个呢 确实啊 有认真的在听课 认真的在学习这个教程 好 那完了之后呢 我们现在呢 把这个点呢给它 然后往里面这样去拖转 那包括这个 稍微的转一点点 里面这个呢 稍微的转的多一些 完了 两边这 大概是一个这样的效果 但是它本身来说的话 这一块凹陷的它仅仅是上面这 下面这一块呢 会稍微的啊 带的有一点点这样凹陷的效果 但是呢 并没有那么明显 所以我这里个人建议的话 我们是不是应该 把这个点往上面这样去 调一下啊 把这个位置呢 稍微的这样去卡一下它 别让它啊 往下面这样去移动的太多 诶 这样的话 我觉得这个效果还是 更接近这个图案一些 把这个地方往上面这样去稍微的搜一点点 那这样一来的话 它 这一块变形的位置就没那么多 这个呢 是我想 表达出来的这样一个效果 然后现在再把它往里面移动一下 细节呢 再稍微的加强一下 那这个地方大家看 哦 好难过 是吧 都破了 是吧 我们这地方呢 呃 先 简单的先给它处理一下吧 如果你真的这不管呢 显得有点不厚道 OK 那我们这边呢 先这样去给它 切一下 完了之后 这一点呢 就给它移除掉啊 好 这边的话 最好给它塌陷了吧 然后完了之后 把这个点的位置呢 稍微的调整一下 嗯 可以 加两次的涡轮平滑之后 这一块呢 就没有什么大问题了 那行 那我们现在呢 把它涡轮平滑删掉 然后完了之后呢 我们现在可以考虑去加一个对称 OK 迭代赤数给到2啊 这个大家要注意 我们仅仅是针对于这一个案例 我们这个迭代赤数才给2的 我正常情况下 就是说在呃 培训上课的时候 我是严禁禁止啊 啊 把迭代赤数给到2的啊 迭代赤数我这边呢 不允许给2 我这边呢 做模型迭代赤数只允许给1啊 最多就只能给到1 但是因为我们这个做的是一个高模 那所以这个就无所谓了啊 你给到2 你给到5都行 好 我们把这一块呢 再往下面再去延伸一下 让它这个地方的过度呢 稍微的 好看一些 仅持而已 你要不敢呢 也行啊 不敢也行 我一贯强调一点 就是你做模型 你不要跟我搞的一模一样 你有一点点自己的想法在里面 你可以把它做的不限啊 是你的方式去做啊 没毛病的啊 没有任何毛病 只要那个地方啊 不出问题 那就就是好的一个模型啊 不限这个就是忍者见灵智者见智者的一件事 好 我们把它这样去删减一下 那这个地方呢 我们后来可能还要再去改一下 这样大家看这个效果呢 很明显 并不是非常的理想 把它这样去连一下 这边呢 我们给它移除掉 这也给它移除掉 然后这也给它移除掉 得了 然后这个边 位置低了啊 导致了它出现了一些小问题 我们给它再拽上 好 这样一来的话 进行了一些伤感 那这块效果呢 基本上 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了 大我看 没什么太大问题了 我们现在要把这个模型先复制一个出来 这个以后呢 我们讲到下面的时候 我们再说 先复制保留一个 好 完了之后呢 我们现在再接着往下面去做啊 那这一来的话 这个硬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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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做出来 只不过这个硬边做的效果比较差啊 效果比较差 这个咱大家你们自己担待一下 知道这个效果差就行了 完了 后面这一块呢 我们现在没动 那这个呢 我们就先不做啊 先放一放 完了 我们现在要干啥呢 我们现在要把这里面的形态再调一次啊 怎么个地方呢 这一地方啊 为什么大家看 我们这一地方呢 是一个比较硬的一个转折 对不对 但我们从这张图上 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是一个 啊 比较鼓起来的这样一个效果 是不是这样啊 所以这一块呢 我们还需要再去给它 啊 优化一下 那这里面呢 我们就只动啊 这样的几个面即可 其他的面呢 我们不用动 比如说下面这面我们不用动 因为被挡住了 是吧 被挡住了 所以这个你不用去操作它 我们把这面选到 给它往前面这样去 啊 移动一些 包括这样 好 那这一来 尤其引发的啊 这一块的弧度啊 你也注意顺带的给它这样去 啊 调整一下 对不对 你不能说我指着啊 坐下面这边 上面的呢 啊 不管啊 什么的啊 你那个 啊 都是你自己的作品 不是 啊 后马养的什么的 啊 所以还是得给它一点一点的刻画好 好 差不多 我觉得 那里面这块 我们之前说的啊 就是 这里是不是 有点太平了 所以 嗯 所以我就决定把这地方的再给它 啊 鼓起来一些 那我们自己再这样去动手 挑一下 啊 那这个效果看起来 我觉得会好很多哦 这个呢 就是我们这样的一个 呃 模型啊 一个比较初始的这样的一个形态 我们基本上就是 啊 通过这种方法再去搭建出来的 那这个地方啊 既然如此了 那我们就直接顺带给它切过去得了 那看着它那个样子呢 也是一个 呃 比较尴尬的一个情况 然后回到了后面 后面这一块的话 嗯 确实不是很适宜我们现在去做 因为现在去做的话 后面这个地方呢 我们将来用 呃 用法线 是不是 就轰不出来这个效果 那这个呢 我们后面讲到的时候 我们再说 所以我们这个呢 就先 呃 这样去先放一放 那这个就是我们目前做出来的这样的一个 呃 一个效果 完了之后呢 我们在 呃 下一节课的时候呢 我们就要开始给大家去 呃 切一下褶皱 这个褶皱是怎么样一点一点给它 呃 刻画出来的 但是做褶皱之前呢 我们还是 呃 还是老实一点啊 啊 先把这个 呃 问题先给解决掉 好 那这个地方 呃 明显 效果不是很影响 嗯 动作给它调的 小一些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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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个要怪 就怪我们自己去加了一次 呃 松弛 导致了它的这个 这个 间距呢 变大 所以这卡出来的那个硬边的效果呢 就 急剧下降 对吧 你看不出来这个地方 比较硬朗的效果 所以这个呢是一个 有得必有失吧 我们先把这些地方再调一下 做作品呢 这个东西呢 我这个不知道该怎么样去跟大家去解释 就是说 还是多花一点时间吧 不要太急躁 不要太急功近利 前两天呢 做了一个花瓶 然后做了 9月5号就开始做 然后中间当中间接单了 最终完工呢 是在前天 17号 所以中间做了12天 12天去掉干活 耽误了几天 大概占到了一个多星期 一个多星期呢 就做了一件花瓶 所以这个就就就有人就不能理解了啊 说这东西啊 那效率太慢了 这个我个人也承认啊 这个效率确实是慢 但是我们是为了追求更好的效果 但是我们是为了追求更好的效果 这个呢 咱大家呢 也不必要啊 非要去按照我这样的一个情况去做 对不对 你毕竟你要工作 你得挣钱 所以这个呢 你自己在工作挣钱的时候呢 把那个速度提上去 自己潜心研究啊 做案例 学习的时候 多花点时间 多花点精力 那这个是非常好的啊 那有些东西呢 你说可能我没花那么多时间 但是那些细节 我都知道该怎么去做 好 那这样的话 这个效果就差不多 这个效果就可以了啊 可以了 不算是非常好 但是也还行 好 那行 那我们这一节课呢 我们就先上到这 下一节课呢 我们就把这里面的褶皱呢 给大家去做一下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